前面喝一點點 有一點吧 等一下喝完 大概五 騎士滿身酒味被遠景攔下 一開始他還相當淡定 笑著跟一旁朋友比OK 但一酒側慘了 來來來 OK 看一下數值多少 1.29 那超過0.25了 騎士笑容頓時將助 態度大轉變 開始跺腳向遠景求饒 OK 我在這裡 你說再休息一下 第一次 對啊 第一次沒辦法 對啊 發現 留城OK 留城還是要跑啦 跟你講的 你超過就是要處罰 對 我這邊 真的沒辦法 對啊 我也知道你們是故意的 你也只有休息了一下 不斷哀求遠景放他一碼 還說讓他休息一下再測一次 但都被遠景拒絕 你不能通過一下 真的沒辦法啦 你配合一點好不好 真的啦 真的啦 我也跟你講 真的啦 我沒有辦法衝動你 真的啦 我叫他旁邊睡一下就好了 真的沒辦法啦 回去也會讓你休息好不好 等一下 要跟你做資料 二十歲的謝信騎士跟朋友到夜店喝酒 清晨五點多從夜店離開 在惠中路和大墩十一街口 單手騎車一路搖搖晃晃 被巡邏遠景攔下 原本他一派輕鬆 還自信的跟朋友比出沒問題的手勢 結果酒測職超標 觸犯公共危險罪 焦急跺腳求饒不成 真的是後悔莫及 東山新聞高志宏在台中採訪報導 不用啦 你是我爸喔 他跟你講話一樣 你真的兒子啦 不要再說下來 來 下來 那我可以叫我爸嗎 那你會 會讓我打給我爸嗎 我們會 都會 你們怎樣了 一樣 又怎樣 什麼 我載我朋友找 什麼怎樣啦 他車子不見 我們要 那幫我們載 熄火 熄火 我們有我們的程序啦 我們有我們的程序 我們有我們的程序 我在跟你講話嗎 我們有我們的程序 我們有我們的程序 你是我爸 在跟你講話 你怎麼兒子 我沒有你這個爸 一直上去 你說什麼 你在講什麼 把他公務 你在講什麼 來來來來 把他公務下來 來下來 你現在講什麼 我現在認了你把他公務下來 下來 現在下來 我要下來你們一直扯我 現在下來 下來 打電話回去叫人 叫誰我爸 滿好請 我們現在依房公務 涉嫌 叫你逮捕 我可以叫我爸嗎 我可以叫我爸 你們 不會讓我打給我 我們會 我會 你要請律師也可以 你們要叫我爸 你也 現在錄影 我們現在要靠你全力 我可以叫我爸來幫 會 你先趕快走啊 叫誰我爸 打電話回去 你幫我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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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依房公務 涉嫌 叫你逮捕 叫你逮捕 那你可以叫我爸嗎 那我的 現在時間 112年 下午23點07分 你可以走了 那我可以先關 你要 你有權保持沉默 無序盒 之類的意思 靠邊停車 停車啊 你有時間跑 你有時間 你在追我 在哪跑啊 你在追我 在哪跑啊 阿嬤 小心啊 那他 停車齁 前方停車 停車齁 前方停車 他是過硬的嗎 其他旁邊 跟他講 其他旁邊小心 靠邊停車 停車啊 那邊那邊那邊 你有時間跑 你有時間跑 你在追我 在哪跑啊 你在追我 在哪跑啊 蛤 郭小姐 我跟你講齁 違反大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六十條第一項 那我嚇死了 那個 拒絕停車接受機車而逃逸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危險方式駕車 全部的應到案時間為 112年9月6日 到案處所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交通事件裁決中心 齁 這樣清楚了嗎 沒有清楚啊齁 不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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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警察XXX 有警察 有警察 其實要在看他們 其實要在看他們 不帶轉 有警察 怎麼會有警察 欸警察在看他們 警察在看他們了 欸欸欸欸 警察在看他們了 看他們了 快跑快跑了 完了 完了 完了完了 追上來了 完了完了 他們啦 快他們 完了 吃法單這樣多少 600塊 好 哈哈 欸警察在看他們了 欸欸欸欸 警察在看他們了 超便 快跑快跑 來了來了 哈哈哈 衝啊 完了 出事了阿伯 允許 阿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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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i know you 我把我对正 轻轻把你也对正 轻轻 你跟着陪我笑 你可以再陪我一下 好好好 我決定留下來安撫他的警局 阿姨其實是在上班途中出車後的 因為那位先生一直要求阿姨陪全額 阿姨就有點嚇到 你看他在那裡嗎 我要上班 那本來沒有 那是什麼 那一直要我 那要我前台接通 對 沒有很大的整張 一台車沒有這麼嚴重 不用整 不用擔心 好不好 我會拖著之後 我會拖著之後 我沒有拖著到蛤蜊 我會拖著之後 我也有拖著 我沒有拖著 我沒有拖著 我要拖著 跑 我幫他拖著 跑 跟他拖著之後 我拖著了 後面有沒有警察在追我 然後他就一直走 拜卡一直走 就走過去就跑掉了 男子左腳打著石膏 左右兩名員警把他駕進警局 一搏一搏看起來相當痛苦 但比起死者這根本不算什麼 這名男子就是在15號晚間 台中東區開車闖紅燈 衝撞兩部機車又照逃的駕駛 最終造成了雙載機車 連姓妹妹送醫不治 連姓姊姊腳骨折 另外一部機車夜姓騎士死亡 兩死一傷的嚴重意外 警方在案發三個小時之後 在烏日區 趙逃駕駛友人的租屋處 抓到人了 事後警方酒測 並沒有酒精反應 不是酒駕有什麼理由要落跑 據了解他曾經因為 酒駕趙逃坐過牢 怕再次入監 這次想先逃離現場後 再想辦法脫罪 這次的肇事奪走兩條生命 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救人 卻是逃跑想為自己脫罪 你為什麼裝的人還要跑 因為裝的人還要跑 你開車 我回到這兒 我回到這兒 我沒有裝的人還要跑 我哪有裝的人還要跑 47歲陳姓男子 一臉心不甘情不怨 雙手被警方駕著 他就是15號晚間7點 駕車衝撞兩輛直行機車 造成一死兩傷的駕駛 而他第一時間竟然逃走 警方火速在三個多小時 將他棄捕到岸 回看一次車禍瞬間 當時由城南駕駛的黑色汽車 在十字路口闖紅燈 痛一聲直肩攔腰撞上 正好經過的兩台直行機車 騎士加乘客瞬間噴飛摔到路邊 汽車則是撞到路數才停下來 救護人員貨包到場 蹲在馬路對傷者急救 路面留下大片血跡 車禍造成一死兩傷 一名65歲夜姓騎士 被撞到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一搶救不治 另外一對連姓姐妹雙載被撞飛 騎士38歲妹妹意識不清 後座39歲姊姊左腳骨折 照示駕駛當場逃逸 我說後面有沒有檢察在追我 他就一直走 拜卡一直走就走過去就跑掉了 目擊店家表示 當時根本不知道男子就是照逃駕駛 而駕駛也在事發後 半路攔了輛計程車 往污日方向前進躲到朋友家 原來在這起意外前 他早就在附近利德街發生車禍 當時只有擦撞 但他駕車逃逸 一路不斷鑽車縫違規闖紅燈 沒想到五分鐘後 就在路口衝撞機車騎士 釀成一死兩傷事故 開車撞死人 第一時間竟然只是想逃 但街頭到處都是電眼 早晚都會被抓到 受害一對姐妹和死者 這後續的賠償和思律法 究責都不是逃跑就能解決 東森新聞 謝忠華 林天靜 昭光志 廖凡一 台中報導 在路口衝撞機車 在路口衝撞機車